乌尔战争即将戒满一周年前信 美国出手了 曾经担任加州检察总长的美国副总统贺锦利 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已犯下人道罪 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则宣布 中国将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 还要发布所谓的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中国不是乌克兰这场危机的当事者 但是我们并没有袖手旁观 我们也不做活上交友的事情 我们更反对趁火打劫 而在乌东战略城市巴赫姆特 则遭到俄军以人海战术包围 厮守在当地的乌克兰守军 急需西方武器支援 英国首相苏纳克已经承诺 将率先提供乌克兰较长城武器 而且英国在未来三个月向乌克兰交运的军援将超过去年一整年的规模 欧盟也计划推动弹药共同采购计划 以援助乌克兰 根据英国国防部的数据 乌尔开战以来 俄军伤亡人数可能高达20万 莫斯科当局派出缺乏防护装备的士兵到前线 简直就像执行自杀任务 靖新闻 周春杰 陈思寅报导 立刻下载靖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靖善靖美 靖好新闻